机场转盘行李等着上机 过年期间数量更庞大 有民众为了办公飞日本 但人都到了 行李还被忘在台湾 赞明大学教授 19号的早上8点多 要飞到日本福岡去 目的是为了要探访学生 没想到行李没有上飞机 他整个供出的东西 都在行李箱里面 导致后续的行程 全部被延误 一直说要等隔天才送过来 他说你不行 隔天我就可能就要离开 像今天可能就是 他昨天晚上到晚 他今天访访 访试完学生 就要去别的城市 昨天下午 他已经有排的一些行程了 结果也没有办法去拜访 刚落地整天行程被迫取消 航空公司原本回复 隔天同班机再送来 还得等一天才能寄到所在地 但生活用品全在里头 坚持当天要等到行李 航空公司说要寄到哪边去 他也不知道 因为可能寄到饭店去 而且航空公司叫他 七点半去柜台里 结果到这个行李 到八点才到 这很无奈啊 所以他就快弃迟了 历经波折终于抄定 当天下午四点半 由滑航班机把行李送到 但从早等到晚上八点 才离开机场 航空公司回应 是因为机场行李 分检设备为正确判读 以当下最快航班进行后送 不过先前 常如航情因为不满年中 瘫痪运能 好险春节期间 休假人力作业都正常 旅客过年出国 不用担心 旅运秀影响 TVBS新闻就我们经营 特别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